大家好,去年我养了大概有好几十盆的蟹爪蓝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顺利的月下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夏季是借壳虫的高发期 我的这些蟹爪蓝都感染了这个借壳虫 感染借壳虫之后植株树体会衰落 抗病能力大大的降低 再加上静液被啃食容易感染病害 所以无法安全的月下 那么今年温度上升的比较快 而我的蟹爪蓝全部都没有感染这个借壳虫 主要就是因为我给它在盆土里面 撒上了这个小白药浮虫胺 这个种一旦爆发 后期是很难控制蜘蛛 树体会越来越衰弱 然后抗病能力抵抗力越来越差 那么我就趁今年白天的温度达到278度左右 我就开始给它在盆土里面 撒上这个小白药浮虫胺了 我基本上就是沿着盆边给它撒上一圈 大家看这些就是我之前撒的这个小白药 这一盆这个也是我之前撒的小白药 现在这两盆呢 大家看完全没有感染借壳虫的迹象 蜘蛛呢还长得非常的健壮 因为这个浮虫胺小白药 它是具有非常长的一个药效期 基本上撒一次能够抵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将它撒进盆土里面 它具有很强的内息性 可以被蟹爪蓝吸收 一旦这些借壳虫或其他的虫害 啃食这个蟹爪蓝就会直接被毒死 而且撒进盆土里面 在浇水了之后呢 它就会渗透在整个盆土里面 然后呢就会对这些虫害进行触杀 所以它杀虫防虫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夏季我们养蟹爪蓝呢 除了要做好降温呢 少浇水这些措施之外呀 防虫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一边 一边 一个 员 员